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 好 咱俩一人一 绝也生死 豪州城内两位主帅激战正寒 他们共同的敌人援军就来攻城了 两人立即决定先共同杀敌 而援军统帅拖拖懵了 咱情报不是说豪州只有一万兵吗 怎么乌拉拉多了两万多精壮 可来都来了 只能苦着连打 一场恶战后 援军攻打豪州城的自信荡然无存 变成了丢盔弃甲的疯狂逃窜 而义军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两位义军统帅郭子兴和孙德牙 手拉手成了葬礼的主角 豪州城因此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局面 郭大帅的帅位 由哪一位来接掌 是郭公子还是朱将军 兄弟们明确了之后 也好有个上下 此话一出 众人都安静如鸡 朱元璋铁粉徐达立马跳出来带节奏 这还用说吗 我大哥原本就是郭伯的副帅 豪州三万多弟兄 有两万多是我大哥带出来的 因此 应该由我大哥接掌帅位 见众人全都起哄支持朱元璋 郭天旭尴尬的一批 不敢明目张胆地跟朱元璋抢主帅的位置 只好把事先推到小明王的身上 明王乃天下一君共主 他班只由谁来接管帅位 那就是谁 好巧不巧 朱夫人在打扫郭子兴的房间时 发现郭子兴写给小明王的推决信 如臣不幸阵亡 谨立臣之义子朱元璋 接成臣之帅位 他赶紧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朱元璋 朱元璋开心归开心 很快又冷静了下来 媳妇能看到这封信 意味着郭天旭也能看到 如果一旦被他发现了 他肯定不会把信交给小明王 反而会变本加厉地谋害自己 于是朱元璋立即赶回军营 这样的话 不管郭天旭要做什么小动作 自己都能先一步控制住军权 果不其然 郭天旭发现老郭把帅位传给了朱元璋后 他直接把信烧了 然后模仿老郭的自己 重写了一封立自己接掌率位的遗书 这位生性多疑的郭公子 担心冥王一纸还没到 小命就被朱元璋灭掉 就找来了朱元璋最敬重的李善长 企图让他去拖住朱元璋 李善长也慌得一批 钱上司和献上撕内洞 他夹在中间帮谁也不是 要是站错队搞不好还会掉脑袋 可刚准备溜好 就被郭天旭的人强行压到郭府 李善长摆出一副好女不嫁二夫的姿态 你能绑住我的人 还能绑住我的心吗 郭天旭心想 小样我还治不了你 一把将李善长扯进屋 李善长腿都软了 拿走的洞 就这样被郭天旭轻松拿下 吃人嘴软 辛苦了一夜的李善长 第二天就来帮郭天旭当说客了 见到朱元璋熟悉又陌生的脸 李善长先是卖了一波惨 朱元璋也没给李善长面子 朱元璋才不在意李善长的风流运势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李善长重回自己身边当谋士 毕竟他身边有许多不怕死的兄弟 但独独缺少像李善长这样的智者 李善长见他还愿意聘用自己 立马忘记和郭天旭的约定 为啥三天后呢 因为他知道朱元璋重情 他故意说要回去帮郭天旭 就是给自己立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设 以后也会被朱元璋更加看重 毕竟已经有过背叛朱元璋的黑历史 如果再直接一走了之 朱元璋势必会猜忌他的人品 不得不说李善长真的是人精了 小明王的旨意很快就下来了 由郭天旭接掌率位 而郭天旭上任后立马做了两个安排 第一把朱元璋赶出豪州 让他驻守黄刚 第二不顾李善长的阻止 非要进攻精灵 可前一秒还豪言壮语的郭天旭 这一刻狼狈不堪 也是在生死危难的时刻 他想起他的元璋兄弟了 而被郭天旭留下来守城的李善长荒的一批 连滚带爬地找朱元璋求救 说郭天旭进攻精灵到了黑时机 突然陷入援军重围 朱元璋不禁大骂 原来啊 朱元璋可能不是军事高手 但他最擅长观察人心 所以能知人善用 如果没有这些能力 也不可能仅仅带领18个人出来闯荡 在短时间内发展为几万人 同时也是警戒李善长 不要有太多花花肠子 这是你最后一次选择主子的机会 李善长果然也上当 就在朱元璋率领的救援大军 不急不缓地赶往黑时机时 郭天旭已经快坚持不住了 他忍不住地朝天喊道 然而他还不知道的是 朱元璋并没有打算去救他 出发前他已经派徐达去精灵打探虚实 徐达回来后报告说 援军宰相托托为避免夜长梦多 已经下令把精灵所有将士 全都调去黑时机 所以如今的精灵是一座真正的空城 这时候所有人才明白 朱元璋率大军出动并不是为了去救援 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攻占精灵城 其实倒不是朱元璋不想去救郭天旭 毕竟围攻郭天旭的援军有八万之多 现在他现在去黑时机救援 也是以卵机时 而如果攻下精灵 援军说不定会回援精灵 郭天旭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而郭天旭这边的已经被围困许久 他派了好几波传令钉出去 愣是没有回应 所以郭天旭情绪崩溃 举刀大骂朱元璋不得好死 手下的副将忍不住骂道 要不然你爹能从棺材里爬出来把你掐死 郭天旭明白 将士这是让他自己自尽的 他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于是望着天空 绝望地拿起刀 细经郭天旭下线 郭天旭虽然是自尽 但实际上也是朱元璋借援军之首 消灭的第一个政治对手 因为有郭天旭在 朱元璋就很难名正言顺地当一军的统帅 现在障碍彻底清楚了 朱元璋即将开始太义方诸侯的征程 死对头死了 明明是件高兴的事 朱元璋却表现了异常悲伤 猫在一边的徐达实在听不下去了 正如他们所说 朱元璋这会高兴坏了 因为郭天旭一死 就没人能跟他争抢率位了 而他之所以要演这出哭戏 是要演给郭天旭的一些心腹看的 是为了能够快速地笼络军心 徐达目睹朱元璋的表现后 感觉他变了 以前自己这位大哥呢 实在一根肠子捅到底 而现在呢 杀伐决断 恩威并尽 真中有假 假中又有真 精明的不得了 汤和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他告诫徐达 他现在不光是我们的大哥 还是我们的上司 对于上司要发自内心的尊敬 要不然随时都会给我们穿小鞋 徐达一脸凝重的迹象 很快明王就派人传来了圣旨 虎威大将军朱元璋 智取金陵 威阵南北 鞠躬至尾 特进封为虎威大元帅 并领江南 中书各省 平章正式 朱元璋喜不自胜 他原本以为明王只会封他一个元帅之职 没想到还能够管辖江南六省各路一军 这意味着在江南一军的三股势力中 无论是西边的陈有亮还是东边的张世成 政治地位都在朱元璋之下 有意思啊 接下来的日子 各地的州府纷纷来归 四方的百姓更是踴跃投军 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 朱元璋的军力就扩大到了三十二万了 战地也到达了北起江淮 南至这东 西起淮西 定远 东面更是直接到了大海边 占领城池十七座 土地近千里 朱元璋在大会上激情洋溢地表示 咱们扩强 强大 成为一方诸侯了 元廷和各地义军 必须要对咱们刮目相看 众将是在堂下 眼里发光 纷纷暗示 老板 该升职加薪了 于是 借着今天这个大好的日子里 朱元璋给将军们论功行赏 除了徐达 汤和长玉春三人被封为义军的元帅 跟他出来创业的十八人都被封赏了 唯独只有李善长没有得到任何关系 他知道朱元璋这是在教训他 论功欣赏过后 自然就是要喝酒庆贺一番了 兄弟们各个喜笑颜开 鬼给打破了 这个人就是徐达 哥 端起瓦拉 干了 徐达一看就是喝多了 否则给他吃雄心爆子弹 也不敢吼朱元璋 朱元璋倒也没生气 只说自己不能喝了 没想到徐达开始洒起了酒疯 居然把一坛子酒浇在朱元璋的头上 这可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懵了 看 咱大哥成落堂基了 快来看